这一次裴洛西来台是民进党非常期待的 大陆当然会用一些经济手段 我表示我的一些抗议 对民进党他更没有所谓的 再有大家这个沟通的机会了 如果他带来的完完全全是一个负面东西的话 这是不是民进党的一个战略错误 所以下一个阶段是什么 拜登会不会私下的跟习近平做一些妥协 台湾在这个过程中 是不是在不知不觉中又被卖掉一次 大陆当然会用一些经济手段来表示一些抗议 他一方面是对美国 一方面是对台湾 他这两方面他都会做 所以我常常讲说 经过这一次的裴洛西访台以后 中国大陆的算是对民进党 他更没有所谓的再有大家这个沟通的机会了 那剩下就是那如何表达我对内部交代 因为现在面对内部交代的问题 内部交代就两个东西 一个是军事方面 一个是经济方面 军事方面我刚刚讲 我创造更多的出现的事实 我跨越中线 我飞越台海 台湾上空 另外经济方面 我对台湾的某一些东西 我采取一些经济的做法 我表示我的一些抗议 那这个东西再看台湾怎么反应 这是政治上就是tango一样 一个进一个退 一个进一个退 农统来讲 大家一定要记一个原则 这一次裴洛西来台 是民进党非常期待的 可是他来台以后 没有给我们带来任何正面性的收益 反而有可能让我们造成一些负面上的一些损失 对我们台湾的国际地位 经济发展 我们的安全 没有任何的表象 我们只有满足了一个裴洛西 他毕业旅行到台湾来玩一趟 我们也许送他一些礼物 给他一些勋章 给他一个接待 这些事就结束了 可是我们造成的伤害有多大 那这个事情是需要我们的在野党 把它有计划的去讲出来 而且很清楚地跟大家做一个分析 我觉得当台湾老百姓 能够了解这一点以后 其实对我们来讲 也是一个国际关系知识的一个提升 那对台湾的安全 我觉得更有更多的一些保障 我觉得 当然民进党 他是很希望 陪洛西到台湾来访问 但是我们也希望他来访问 可以带来一些正面的效果 可是如果他带来的 完完全全是一个负面东西的话 那请问 这是不是民进党的一个战略错误 所以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 所以我觉得我们要考虑到 我们的国家利益 应该是摆在第一优先的 请问一下 陪洛西个人的利益优先 还是中华民国的利益优先 当然应该中华民国利益优先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我到现在为止 我还不希望说 今天晚上如果陪洛西来的时候 台湾海峡 有所谓的军事方面的冲突 因为这对台湾绝对是不利的 但是这件事情 也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思考 就是台湾处在 这么样一个国际环境 我们应该用更多的智慧 去解决这些问题 而不是跟着个人的利益在走 或者个人的情感在走 我觉得这是一个伪政者 应该引以为戒 这个冲突已经造成了 所以下一个阶段是什么 就是美国的行政部门 会尝试着弥补 正是因为陪洛西到台湾来 所造成的伤害 那会产生两个结果 一个就是 拜登会不会私下的跟习近平 做一些妥协 或者做一些让步 来表达这一次的某种程度的 美国因为是一个挑动者 这是第一种可能 第二种可能就变成说 台湾在这个过程中 是不是在不知不觉中 又被陷害了 又被卖掉一次 这我们都不知道 最重要的就是说 这一次陪洛西来台 不是一个美国行政单位所设定的 只要不是他所设定的 他们一定会想办法来管制 管制我刚刚讲就说 如果事前没办法管制 那就是来这个过程中间 因为我相信美中之间 彼此还是有信心建立措施了 彼此这军方还是会通电话的 不会让这个事情爆发到 依附不可收拾的 那大家也许看热闹的 觉得很热闹 希望这个台海就明天打起来了 那我想这个东西 彼此双方都会克制 但是事后 可能我们台湾才需要买单的时候 这才是我们要观察的